邪恶修女里面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今天就为大家解开 这个不是我自己发现的 而是一位叫做宇宙之K合的博主发现的 他对破碎的面具研究非常的深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他 在B站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玩了多久 终于在机设这个位置 找到了黄色的门的钥匙 我自己去打素材的时候 还唠了一点小笑话 不过这个我们暂时先摆一摆 先来说正题 想要拿到这把黄色钥匙的正确步骤 是首先要玩到最终章 并且将面具充能 还要到卫廉这里来学会面具的使用方法 因为这把黄色钥匙在机设的顶上 使用面具进行传送 就可以很方便的拿到这把黄色的钥匙 刚才说我闹了一个小笑话 就是我没有拿面具直接跑到机设去 然后在这里我发现机设的门是锁着的 必须穿过密封才能打开另一侧的门 等我戴好养风人的帽子回来 打开了门之后才发现 这个机设的屋顶我居然上不去 我又想着是不是能够拿什么道具 把自己给垫上去 但是又一想还是直接用传送面具吧 提到这个事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是直接玩的最终章嘛 不知道这把黄色钥匙 是不是一直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垫东西 然后让自己爬到机设上面 拿到这把钥匙 这个问题有些重要 你们可以来听一下理由 在上一期视频 我们已经用bug进入到了黄色房间里 查看了一下这里的布置 我以为架子上面的那些炸药罐 都是马德林用来做实验的器具 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是炸药罐 假如我们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打开这个黄色的房间 那么一开始 我们就可以拥有很多很多 对付马德林的武器 另外一个显眼的 就是角落里面的马德林的玩偶 没有想到这个玩偶 是进入工作室的入口 以前我们去工作室 整体的参观过的 所以这边我们就不进去了 直接来说 马德林的秘密房间里面 最秘密的事情 开则终于在破碎的面具当中 给出了马德林的时间线的完美几事 结果我看完之后 居然跟我之前分析视频里面 所说的是完全吻合 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 那一期视频的完整标题 所以也无法提出证据了 假如有小粉丝在考古的话 如果看到这期视频的话 麻烦在评论区里面分享出来 这边只调的阅读顺序 是先左后右 然后先里后外 我个人觉得 这实际上就是马德林的认罪书了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罪恶的女人的悲哀一生 在观看马德林的日记之前 请大家先安排一下一键三连 方言下面引叔叔 我真的超需要你们的支持 日记的内容很多 小伙伴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仔细的阅读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1938年的时候 马德林就跟他的女儿天人相隔了 然后他同时还受到另外一个打击 就是他的工作成果 被同事给窃取了 所以他就远走他乡去了美利国 在那里 他找到了一份比较清闲的工作 就是在老英学院里面当老师 一开始他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他就一履成狂 就开始有大胆的想法 想要把他的女儿复活 一开始他只拿鸡舍里面的鸡做实验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肖道院下方居然埋藏了许多古物 他在这里学会了一种神秘的仪式 用在鸡身上之后 居然真的让他创造出来了 我们在邪恶修女二代里面 遇到的那三只变异机 他就开始偷偷的拿肖道院里面的孩子做实验 直到威廉的出现 他破坏了马德林的实验 但是也让巴风特出现 满足了马德林的愿望 这不是神迹 而是巴风特的阴谋 他向马德林提出了柯克的要求 但是又扭曲了马德林的愿望 不过马德林介绍了罗德是个男孩子的事实 不再继续做实验 同时严格的遵守约定 却发现自己身体不断的出现异化 威廉也没有离开老鹰学员 想要揭穿马德林的真面目 他与其他修女一起计划 将罗德偷走 送给沙利文代为福一样 报仇就是马德林的日记 这次行动让马德林彻底失控 血洗了整个老鹰学员 虽然巴风特没有说违背约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马德林认为 如果不遵守约定的话 罗德就会死掉 所以他老老实实的在老鹰学院里面待了40年 40年期满之后 他终于踏上了寻找自己儿子的道路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 这母子两人都是沾满鲜血的恶魔 他们犯下的罪行是庆祝难输 在没有出现这些证据之前 我还推测过罗德可能会被洗白 假如因此让一些小伙伴产生误会 希望你们看到这期视频之后 能够重新认识到罗德母子的邪恶 他们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们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母头 必将被警察抓住 接受法律的审判 看完了马德林的日记 我又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 重新开了一群游戏 发现 这个黄色的房间居然打不开了 也就是说想要打开他的话 还得再去找钥匙 K色并没有那么好心 给我们留一个武器库 所以大家如果开了黄色的门 就把里面的炸药罐都玩掉吧 千万不要浪费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 关于冰淇淋八代最新预告的 一些分析细节的问题 有小伙伴发现在罗德的房间里面 有一台电脑上显示着 粉色吹齐间打开的画面 另外一台电脑显示着 则是冰淇淋工厂大门的画面 小伙伴们认为这个画面显示了 冰淇淋八代将会解决 粉色吹齐间的秘密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猜测非常有道理 是我当时做分析视频的时候 失误了 错过了这个细节 然后我还要补充另外一个细节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监视器上面的 冰淇淋工厂的大门的封锁 被解除了 再加上罗德的行为和台词 就是在证明我之前所说的 冰淇淋八代当中的敌人 将会是一波一波的解锁 小伙伴还爆料在小木屋里面 找到疑似安全屋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的门锁 跟监控室的门锁很像 这个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开局已经显示了 小杰他们一伙四个人 是进入了冰淇淋车 躲在后车箱里面商量计划 就证明这里是一个安全区域 加上我们看到冰淇淋车 可以在冰淇淋工厂四处开动 所以我怀疑冰淇淋车 就是他们的安全屋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更好的理论 刚才也提到了 冰淇淋车可以在冰淇淋工厂 到处游荡 再来上一些分析视频里面 看到的那个疑似保安庭的位置 也被小伙伴提交的一张截图 揭晓了答案 就在小木屋的旁边 是冰淇淋8代里面新开发的地图 最后改正一个错误 小杰对付暴力斯的那把枪是微波枪 是冰淇淋5代里面出现过的武器 在这里像是大家说声抱歉了 其实小伙伴们对冰淇淋8代的预告 还有很多猜想 但是剩下的这些猜想呢 我无法进行解答 所以非常抱歉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 假如你刚才忘记了一近三年 现在看击补伤吧 我会在评论区里面监督里面的哟